HELLO,大家好,我是Cathorne! 迪士尼夢光谷在最近進行了第一次的免費更新、免費改版 這次的更新主要進行了遊戲的平衡調整,然後修復了一些BUG 同時官方也宣布,未來會持續進行更多的免費改版,增加新的內容 包含了獅子王還有玩具總動員等等之類的 我們先來看這次的更新內容 首先,如果有在不同的裝置遊玩同一個雲端存檔的話 要確保每個裝置都有更新到最新版本,再來遊玩比較不會出錯 關於遊戲平衡的調整,就是我們地圖上不是有那個閃亮會發光的東西 然後可以把它挖起來嗎? 那在更新之後,它增加了那個地板上可以挖的東西的重生速度的隨機的範圍 然後也降低了在同一個區域關於挖掘點的重生速度的最小值還有最大值 我們講白話一點就是,關於挖掘點它的數量會變少 然後重生的速度會變得更加的隨機化 同時,我們挖掘的時候有可能會挖到夢境碎片了 這個我有明顯的感受啊 其實感覺還蠻容易挖到的,這樣子感覺還不錯啊 要不然有些任務會用到夢境碎片嗎? 那以前不是那麼好獲得,現在其實蠻容易獲得的,我拿到超級多 而且每個發光的挖掘點有可能一次挖到一到兩個葉劇碎片 或者是一到兩個夢劇碎片 然後我們在餵食小動物的時候,更新以前有可能拿到花朵 更新以後它把花朵移除掉了 然後我們在餵食動物的時候有可能會拿到夢劇碎片 只要餵他們喜歡吃東西就有機會拿到了 那以前是要餵他們非常喜歡吃東西,才有可能拿到夢劇碎片呢? 現在不用了,只要他喜歡東西就有機會拿到 然後關於清除暗夜經濟的時候拿到的獎勵,他們降低了煤炭掉落的機率 然後增加了夢劇碎片掉落機率 所以等於他的遊戲平衡調整,主要是著重在於夢劇碎片嘛 增加夢劇碎片的獲得方式,還有獲得的機率這樣 然後關於bug的修復,首先當人物吃得很飽的時候 有那個吃飽喝阻的buff,就可以跑步跑比較快 可是有時候當人物在那個狀態下離開遊戲的話 可能會造成一些遊戲問題啊,所以把這個問題修復了 然後如果是使用了epic games平台在玩的話 有可能會發現檔案沒有同步的問題,這個也修了 還有到網路比較慢,網路延遲的時候也會造成檔案沒有同步 再來就是有些玩家沒有領取到那個founders pack的獎勵啊 所以他們補發了相關的獎勵 所以如果有沒辦法領取獎勵的情況的話 要把遊戲完全的關掉,然後同時要連上網路 就可以從我們的現象裡面,拿到我們應該要拿到的東西 再來關於switch,他增加了字體的大小 然後增加了在主畫面的載入的速度 太棒了,我覺得字小的話完全是超痛苦的 然後同時也減少了switch上面的遊戲閃退的機率 那他們也說未來會持續優化switch上面的遊戲的運行 然後關於任務的bug收復,首先是關於石膏制的 那他並沒有說具體這個任務的內容到底什麼 所以我不確定他指的是哪個任務 可是就是如果需要的任務的道具沒有出現在他的店裡面的話 就代表說是出現在其他的地圖上的其他地方 所以就要去其他地方找一次阿長 然後下一個是關於石膏制的商店重新開幕任務 這個也修復好了 然後關於瓦利的任務,有個任務是需要使用滅火器的 那個任務以前沒有辦法成功進行,那現在應該是可以了 然後在幫唐老鴨修復他的船屋的時候 過程中是要幫他整理渣麻 那原本有個東西是我們沒辦法去拿到的 那現在這個任務應該可以正常進行了 關於高飛的某一個釣魚任務 如果說我們玩家的包包是滿的話 有可能沒辦法進行,這個進行修復 關於梅林的任務,一樣就是可能某個任務道具 會生成在我們到達不了的地方阿 現在我們應該是能夠拿得到了 關於艾莎的任務,有個任務是叫我們去釣魚 那如果是我們太早完成這個任務的要求的話 就可能卡住任務沒辦法進行 現在也可以繼續的往前解任務 接下來關於我們的房子 當我們新增新的房間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們房子裡面的箱子有可能會消失阿 那現在箱子應該會回來了 然後還有就是如果我們是從那個demo裡面捏好任務 然後導入過來的話 有可能會發生衣服消失或者是沒辦法換衣服的問題 這個也修好了 然後這個我覺得非常有趣阿 就是不是有那個皮克斯的加年華嗎 我們可以解析任務然後兌換某些獎勵 那他說有些獎勵原本會出現在新路以外的獲得方式 那這個好像是bug阿 所以要把這個修掉了 所以現在新路裡面的獎勵 只有在那個新路裡面才能夠拿到阿 對於說到這個,就是那個皮克斯加年華裡面 不是給換那個超人的連身衣嗎 那我之前好像有在商店裡面看到阿 那我當時直接買了 然後艾莉兒小美人魚的衣服原本是隱形的 現在把這收好了 好,讓雷鼠王會跟我們玩紮一個蘆胎 原本那個蘆胎有問題 下來進行修復 我們再來看官方公開的免費更新 免費改版的行程表 所以首先下一波的大型免費更新 應該會新增獅子王的相關內容 酷阿 會有新的角色Scar,就是圖片上的這位 然後也會開啟主線劇情的後續 還會有更多的其他驚喜 說到獅子王,這也是超級經典的 我知道是很多人最喜歡的迪士尼卡通之一嗎 對吧 不過其實我還沒有看過 我應該要看一下的 一直都很想要看獅子王 可惜一直沒有機會 就是很多比較早期的迪士尼電影 我還沒有機會看過阿 有機會想要全部看一下 那獅子王的更新 預計在今年的秋天會進行改版 然後再來 下一波的免費改版會是玩具總動員 太棒了 預計的更新時間是今年的晚秋 所以可能就是11月的附近吧 我猜 會有新的玩具總動員人物 看到胡迪了 超開心 我還蠻喜歡玩具總動員的 每次看他的卡通都看到哭阿 覺得好感動 而且還新增新的玩具總動員的新地圖 太酷了 然後還會有更多的驚喜 所以看來今年的最後一季 預計還會進行兩波的大型免費改版 然後再來就要等到明年了 所以我猜可能是 獅子王更新會是10月來到吧 然後可能那個 玩具總動員的更新 也許是11月之類的 我們再來一起看 玩具總動員的預告片 超級期待的 哇 看我現在滿了 天阿 我們好小一隻阿 所以變稱 玩具的意思嗎 巴斯光年 我超喜歡他的 哇 胡迪 天阿 哇 全新的Toy Story 玩具總動員冒險 欸真的耶 你之前變成玩具大嫂耶 酷耶 哇 喔有新的衣服喔 牛仔裝 還有巴斯光年的衣服 大家可以把我們朋友帶到我們村莊裡 天阿 這玩具總動員是小隻的 巴斯是小隻的 怎麼那麼可愛阿 哇 超級經典的動作 飛向宇宙 浩瀚無垠 是不是 我覺得巴斯光年可能是 玩具總動員裡面我最喜歡的人物了吧 你們呢 你們喜歡哪一個 所以我猜可能是獅子王的人物 會出現在日照高原上面嗎 應該是 感覺那個地點好像滿像的 然後玩具總動員會開啟新的地圖嗎 要從那個城堡過去的 說到開啟新地圖阿 其實我幾乎把全部地圖都開啟了 我有預錄了很多部的迪士尼夢光谷的影片 只是還沒有時間把它剪出來 所以我很期待出現的內容阿 尤其還是玩具總動員主題的 超期待 你們希望未來還可以親見哪些角色阿 可以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好吧那這個就是這次的新資訊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一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的支持 如果想看到更多相關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訂閱 然後記得開啟鈴鐺 請用全部通知 就可以知道我什麼時候發片囉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